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歌手特别的有个性 然后他的一些MV啊 因为我在美国嘛 所以其实到处都在播他的歌曲 然后他的创作 然后他的一个MTV的拍摄 以及他个人的性格 都真的是很有魅力很吸引我 所以今天就在这边特别访他 然后他的妆容其实 最复杂的地方都不在 平常我们知道的眼妆 而是在于嘴唇 眉毛跟上上的眼神 今天还特别的用了 因为外国人的这个睫毛 非常的浓密 所以今天呢 特别教了怎么样子贴下睫毛 然后喜欢的话 我们一起来看吧 Prime 当时还是必备的 用的是和上一次一样的 液体状态的primer 为冬天皮肤打好基础 对底妆服贴度呢 也是有协助性的作用 那么在上次视频里面的约会妆 曾经特别的提到过就是我 2019年最最喜爱的粉底液排行榜第一名 那用喷雾喷湿海绵之后呢 上妆那就好啦 这款追侠膏是给专业化妆师用的 也是他们必入的首选 我选的是130色号 是给白皮或者是黄皮用都可以 其实呢它是中国的牌子 有时候呢国妆也是很好用的 这还是我专门从国内寄过来 我都等了差不多一个月才收到 在这边想买都买不到 那比起一般普通的遮瑕来讲的话 它更服贴遮瑕力呢也比较强 所有的斑斑点点呢根本就不是它的对手 你看我这乌漆的黑眼圈一涂上去就没了 一点都不夸张 还可以呢做基础的提量加强 尽量推开推薄一点点 那呢也会让你的妆感更清透 好 再拿一罐其实你常用的蜜粉就好了 简单定妆 B里的眉毛呢很有特色比较野生长吧 眉尾呢是75度这样掉下来的 整体也是比较出长的眉毛形状 那再用前段时间很流行的三头刷子 把毛量很多杂乱的眉头感觉创造出来 但其实我个人觉得嘛 这并不是很好用 新手的话不建议入王 孔子曰一条出生处长的眉毛到底何其重要 这是我得出生涯最喜欢的一颗眼影 我没记错的话是几年前我在台湾机场买的 那首先用偏棕的打底色打底整个眼窝 再用偏粉的打底色呢加强眼窝厚眼 让眼窝好像凹进去一样 握蚕的部分呢就用鱼粉带过 好那么今天呢我换了一个巨型蕾丝双眼皮贴 毕竟Bili的大眼睛大双眼皮不用巨型的 根本到达不了外国人轮廓的那种效果 但日常呢其实不需要用到这么宽的 那详情呢也可以看右上角的视频 讲的蛮详细也介绍了怎么贴双眼皮 黄色小花眼影盘呢是今天的主打 先用腮红粉色呢涂在眼头眼角的三分之一处 右下角呢就用深棕色画在眼尾 然后慢慢慢慢的晕开 好轮廓画起来 需要的调料呢是小扁刷一把 以及深色的遮瑕膏衣盘 那么最下面的两个深色都是可以用的 看你自己的肤色决定咯 我用的是最深色 Bili的鼻子呢鼻梁稍微快一丢丢 但眉头呢却特别特别的翘 画一个圈圈在鼻头这种阴影画法呢 能让你的翘翘可爱的鼻子 一下子就能出来 别忘了存下下巴的阴影喔 用刷子推开 好第二个重点呢是Bili的睫毛 她的睫毛又长又翘 她本人实际上呢是没有贴甲睫毛的 但我们亚洲人本来的睫毛呢就属于中短 那要找一个自然的款 后面的三处呢比较长 像SENGE型的那种睫毛呢 也可以有一样的效果 来到关键点呢就是如何贴下睫毛的时刻了 其实我自己呢一开始贴下睫毛的时候也是极度手残 然后手忙脚乱的 首先我们把下睫毛呢根据自己的眼型修剪一下 量一下你的眼睛长度 注意的是人类的下睫毛呢是不可能比眼睛长的 很多人不自然呢是因为下睫毛的长度没有掌握好 再把下睫毛剪成三段 从眼珠的前方分段式的贴 我今天的贴法其实不是常规的贴法 我把后眼角的三角区呢也贴上了 这样包裹式的贴法呢会让你的眼睛更大 但比较夸张一点 拿出一支0.01超细的眼线笔 把需要补缺的地方加上一两笔 怎么样画看右上角的视频 那这支握场笔呢我也快用完了 它的棕色超级适合我的肤色 我现在有点担心买不到 NASTA阴影色加强一下眼尾的部分 也顺便呢把握蝉下笔的地方轻轻推开 看起来呢会更自然一些些 头彩用的是裸色的 所有你们需要知道的彩妆品的详情啊 或者在哪里买啊 我都会写在视频下方的描述上面 好再讲回来 比里的唇呢比较丰满 有点小微嘟嘟的 那它的性格呢也真的是很好 很真实 我看过它的几段视频印象都尤其深刻 哦刚忘记四色了 再用呢偶色偏红的唇膏来叠加 这个我们用Porn and Joe美人鱼的腮红盘 真的还蛮漂亮的 我用左边稍微紫粉一点的腮红色 晕在一起 哇上完腮红一下子就整个不一样了 就用花好了 谢谢你这么耐心的观看 然后呢记得帮我们点赞 关注我们的Maitre Club 然后我们会定时更新 然后今天访的就是 Ali Village的访装 然后希望你们喜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